寶寶爬行比賽 3 2 1 開始 這項競賽堪稱是可愛版的運動項目 小小選手表現各意齊趣 要不要往前爬都不是父母親可以控制 能拿來給小小孩注意的物品通通都上場 只要他們願意往前爬 中和區公所舉辦猛榜夠夠趣味賽 報名秒殺可見競賽的強手成都 2 1 Go 小二爬行比賽規則比的是到達終點速度 其實大家更想看的是他們在場上的萌萌樣 張著大眼睛好無辜的表情 或者是調皮的模樣 以及在比賽的過程中 和引導者爸媽或者是爺奶的互動 留下美好回憶 可以讓他多活動 然後我們也想要留下這樣的紀念 那他們即將又來這個 對 因為他本來就是這個滿好動的寶寶 對 所以他也滿開心的 要覺得嗎 要覺得嗎 就是在家裡也讓他多活動這樣子 因為童年只有一致而已 留下一個回憶 舉辦活動的中和區公所表示 快樂的家庭成就健康快樂的孩子 藉此活動讓親子有健康樂活的生活 享受甜蜜親子關係 這項活動除了親子和家人之外 包括了新北市副市長陳純敬 立委江永昌 新北市議員金瑞榮等人參與活動 我記得我三十幾年前我小孩剛出生的時候 他大概六七個月吧 哇 講得非常棒棒的 也去參加別的地方的 但是我也是感到非常的高興 那現在回想起來 就是這個記憶就永遠存在 我想我們舉辦這個活動就有這樣的意義 那我想這個明年如果說大家非常有樂 我們也會再擴大來舉辦 提供給一個我們這些小朋友 一個運動 一個氣味 還有增進整個群組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萌寶夠夠氣味賽包括爬行曲 尿布斑斑樂 還有滾大球三組競賽 總計吸引260組報名參賽 小寶貝的第一次比賽 相信會留給親子們最萌的溫馨回憶 數位天空新聞 新北市中和採訪報導